嗨你好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下就是怎麼樣去保護你的網頁內容 有些網頁內容呢 你是想要給你的好朋友或者是給你的VIP客戶看到 但是一般的陌生訪客你是不想讓他看到的 除非付了費用或者是加入了會員 那你才讓他看到這個網頁內容 可是這樣子的網頁你怎麼做 是不是要請城市設計師去幫你設定這樣子的網頁 去寫城市保護你的網頁呢 答案是不需要哦 如果你使用的是我們提供的價賬軟體的話 你在城市的後台呢 你只要自己去設定某一個頁面要收到保護 然後你把這個密碼設上去 那這個網站呢 只要有了這個密碼 所有的收到保護的頁面 只要透過這個密碼 你就可以看得見這個網頁內容 他最大好處就是他很方便 就是收到保護的網頁別人看不到 有密碼的人才看得到 你只要把密碼Email給他 或者是LINE給他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但是這樣子有一個缺點 也就是如果你這個密碼 曝露出去了 被別人轉貼了 那你的網頁就受不到保護囉 還有一個比較進階的方式 怎麼做呢 那就是提供會員系統 所謂的會員系統就是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組帳號密碼 所以呢 每一個人登入這個網頁 受到保護的網頁 他就必須填寫他的帳號跟密碼 那每一個人的帳號跟密碼都不一樣 這時候呢 你的帳號跟密碼就不容易洩漏出去囉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比較重視自己的飲食 所以你只要為每一個會員 開設他自己的帳號跟密碼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帳號跟密碼登入 這就達到了保護網頁的效果